字幕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在新竹壞蛋 不是新竹壞蛋 新竹壞蛋玩具店 那這邊呢 我們要來抽一番賞了 剛才發現 整面牆兩面全部都是一番賞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有自製一番賞 但是它的自製的程度 跟一般那種市售的正版代理一番賞幾乎一模一樣 一度分不出來 這個是自製的嗎 怎麼那麼精緻 所以我今天會比較特別介紹它的自製一番賞 我覺得它的配率 我們可以這邊看一下 像它這個就是自製一番賞 其實它的配率跟一般一番賞的配率是差不多的 而且重點是它會把 所以我想要試袋 我就不用包套 這邊就可以抽得到 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地方 然後老闆也說他們這支一番賞其實是非常多人抽 因為他們配率真的是跟一般的一番賞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今天要來抽的是 夏目有人賞 大家知道夏目有人賞都是貓咪咬師的周邊 它站在這次很特別 它的A賞居然有夏目 因為我記得以前幾乎沒什麼看過它 都是全部都是貓咪咬師 所以我想要抽 雖然我沒有看夏目有人賞 但是我知道它在幹嘛 好那我們先實抽 老闆說你可以在這邊抽一番賞 你就不用手拿著這樣子 可以在這邊抽 還可以在擺得很好 看得很清楚你抽到什麼 我還是你這樣想要實用的東西 像杯子還有那種變遷筆記本之類的 我都覺得蠻可愛的 它有A吧 因為夏目的模型應該超級少的 還是我先抽5抽喔 我就先拉5張出來 因為其實我也蠻想抽他們自自一番賞 我就很想抽那個火影 它把老八放出來欸 老八是要包套才有的欸 它有兩種可以選 一個是那種收納袋 一個是小毛巾的東西 一樣1 突然有種完蛋的感覺 這也是壞蛋 我完蛋 有沒有就知道 我就知道 G是吊飾 然後它是有做布娃娃的 但我有人這樣的小賞不會太讓人失望 都是還可以的 OK 我看我要抽幾張一樣的 F是 欸我看反了啦 1是那個變遷啦 就是明信片筆記本那種感覺的 我抽了三個 然後 F才是收納或是手帕 然後 G才是吊飾 我看反了 我剛好偷留了一張 就是我剛拿了六張 第六張 G 我要抽自製一番賞 好 我要抽 這麼快喔 好啦好啦不然我們抽滿實抽 不然再兩張 折中 我們再兩張 我就去玩別的 這好像夜市喔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玩 第七 欸 我剛剛就要抽幾張一樣的啊 往上一格也好吧 欸不行欸 我就滿要收手了 我們去抽自製一番賞 就是一樣那種火影的籤 可是他用了自製一番賞這樣子 老爸是我一抽 他是一一賞 因為其他 我記得羊都抽過了 就算老爸沒有抽到 就說是新的欸 對啊是新的啊 基本上跟一般一番賞是一樣的 I 杯墊 啊 他的杯墊也好 因為他杯墊有血人眼 有那個 輪迴眼 然後還有那個 暗鋪的面具 他的杯墊我喜歡 因為之前的火影 我記得是羊他們抽 我沒有抽 所以我那些小賞我都沒有 H 資料夾 抽自製一番賞 因為他就是 跟一般賞一樣 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G 都不一樣喔 他一直往上欸 又往下了 B B誰 卡卡西欸 應該也是 眼神隨機 我跟你講我只能抽這隻一番賞 我想我只能來新竹抽了 因為壞蛋 你的這隻一番賞真的很精緻 我抽到B欸 B什麼 趁勝追擊再來哪一張 G 這樣是好的嗎 欸我想再抽一抽欸 我覺得老爸在叫我欸 他現在飛雷神要過來 有感覺 對 他現在在過來 他飛雷神現在中我身上 F F 就嚇我 F跟E有點接近 他一口 這樣子 他再抽一個 好沒了 好先這樣 我 可以再抽另外一個嗎 可以 我想要抽那個洞洞樂 沒問題 我先介紹洞洞樂給大家看 倒錯完欸我 洞洞樂還有這邊有兩個 然後一樣就是它會有各種不同的 模型 如果剛好上面有你喜歡的多個以上 如果想的話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玩這個洞洞樂 浮屋是拉斯多萬嗎 對啊 他在浮屋是拉斯多萬欸 那時候我超級想要浮屋 而且我記得浮屋超大 我抽到浮屋 我比較鑽石 它是五個S傘 然後大家想說 它這個下面怎麼就是很多 所以總共是一百六十抽 但是一百六十抽 但是它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一四二三四 所以就跟一般一番賞八十抽七到八個模型的配率是差不多的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邊這支一番賞蠻厲害的地方 康康的抽 我們汁很厚 很厚嗎 我不相信 我們可以吃肉脖 我不相信 欸這個很厚 我們放著好了 這個 這個 K 有一個扭蛋 再抽一個 你抽 你兒子應該很喜歡玩這個 真的很硬對不對 你幫我拿 你自己拿 不行我不能碰到你 不能碰到 C C C 你玻璃欸 龍夫板 你很歐欸 你再抽 你再抽 老闆好緊張喔 你再抽 沒有啦 我想要再抽一個 抽 我們今天不錯欸 對啊 其實我們今天很好了 只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玩洞洞樂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當小老闆擺攤說 你要抽某這個你要給我一塊錢 對 我比較大現在過你還會抽 欸你走 我跟你講 他不要讓我抽 就是他 他不想要抽就是他 老闆你真的 我跟你講他就是魔紋仆 沒事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總共抽了三個A番賞 一個是項目有人 一個是自製的活影 一個是自製的咚咚樂 我們來看一下全部的賞 全部的賞拿出來 我們先從活影開始 然後剛剛發現他的籤 應該是那個 七龍珠的籤吧 題外話講一下 那一樣 佐豬跟卡塔西都是盲的 盲盒 可能會抽到血輪眼或是一般眼的 當然是想要抽到血輪眼啊 我想看一下我抽到什麼眼 好緊張喔 啊 一般 你給他看一下 一般眼 可惜欸 然後來看一下其他的小想 他這個整個就是火影那一套 毛巾 褲子兩 然後他這個不一定也是隨機抽的 因為之前提他們都介紹過 我就不特別開了 袋子抽到兩個 就全部都是火影那一套的東西 又是一定要拿的吧 剛剛的洞洞樂 我們抽到三個K一個C 那K就是兩個火影的扭蛋 隨機拿這樣子 總共六個 然後C就是 這個我之前都沒有抽過 他背面有性感翹臀 沒有啦 就他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個我就不開了 讓大家自己看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就開始抽的 下幕有人上一番賞 大家最喜歡的就是這兩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軟膠 軟膠吊飾 再來 這個是帆布袋跟那個 毛巾方巾 然後我拿的是兩個帆布袋 它是漱口袋 然後再來就是 發現衣賞居然是拼圖 然後跟這個 這一個我覺得很棒 它是信封四個 然後便遷八個 然後這個 欸我找明信片吧 反正它就是那種 寫信主 這個很棒 這個一定要拿 這個好精緻喔 OK這個就是這次我們在 壞蛋玩具這邊抽的 所有的一番賞 我覺得大家 一定要來這裡 這裡很好玩 這裡有好多特殊的玩法 那我們 壞蛋玩具的老闆們 就是要送這一支 金正 布羅利 超重 要給大家 就這支這麼大一個 你看它幾乎跟我差不多大 那怎麼樣可以拿到這支布羅利 也一樣 大家就留言跟我說 壞蛋玩具就多棒啊 成長一下這樣子 就有機會抽到這一支布羅利 耶 好了 記得訂閱我們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 小鈴鐺 掰掰 掰掰